因为他们感觉到美国的未来即将会被社会主义所主宰 所以他们都必须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自由 与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最根本的那个东西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美国那场内战 它是奴隶制度与废虏主义之间的一场战争 它实际上也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直观的战争 那么现在的美国我们会发现它同样是要自由与光 在这里呢我想先简单的列举几个数据 争 只不过呢在过去的那种内战 它是用枪来进行对决 而在这一次大家是用选票来进行对决 尽管在形式上二者之间呢 我们看到现在它是没有硝烟也没有炮火 但是这种激烈的程度对于美国命运的重要性 其实一点都不差到哪去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拜登这一次的危机 它为什么说也是美国的危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的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暂时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个人的远见快评这个频道 我们以后呢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 当然我也会继续探与热点互动的直播节目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热点互动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希望时刻在您身旁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下面请您收听九评编辑部的新书联播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序言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共产主义造成上亿人的死亡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 喊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 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结局又会怎样 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 人们众说纷纭 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 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 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 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 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 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 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 那才是最可怕的 生命真的死亡 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